这部魔幻美剧究竟有什么魔力 以至于第三季被砍后 直到八年后的今天 还有剧迷在拍大腿一南平 随着上季节尾先攻入口的打开 波上家族的女巫们竟然都失忆了 与此同时小镇上也是怪事连连 不断有居民被袭击 而且胸口都被刻上了邪恶的符文 深夜一只黑猫正游走在森林里 原来是猫姨 她正在追踪一道黑影 但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而此时家中 弗雷亚正在调配魔药 显然她是想以此来恢复众人的记忆 而英格却是两眼直挺挺地朝着屋外走去 原来自从打开先攻入口后 英格就患上了严重的梦犹症 而此时的乔妈正在接受飞人的治疗 自从上季被反派达石妈灌住饮水后 作为永生者的乔安娜也无法抵御她的毒性 她无法再永生了 而治疗也仅仅只是烟滑 剧毒还在她撑不了多久了 两姐妹听着母亲的嘶吼很是不安 猫姨回来了 虽然我不记得入口打开后发生了什么 但我肯定有东西从先攻逃过来了 她失法隐藏了真身 我被干扰了 但我能感觉到 我们必须尽快恢复记忆 希望记忆药水有用 而此时的达石正在尝试自己的能力 小叔子出现 质问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 达石愤怒 壁炉里的东西竟然自然了 而面前的小叔子也只是幻想 而此时乔妈也在猫姨的搀扶下 来到了客厅 几人一口闷了记忆药水 上季的记忆涌来 关键时刻 众人都被惊醒 虽然不知道那人影是谁 但总算不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森林中有一个男人出现 身上还有诡异的符纹 他会是那道人影吗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小镇上的居民也不断被袭击 身上都被画上了诡异的符纹 不笑一时半可 就会暴毙身亡 而家中的弗雷亚 正在对着小叔子的镜子施法 幻境中她和小叔子相遇 两人一见面就用嘴巴交流 突然弗雷亚摸了一手血 再看小叔子已经人世不知 与此同时 英格正在上班 但暗中好像有什么强大的东西盯上她了 身为强大的女巫竟然毫无所觉 而家中的乔妈正要起身去追踪那东西 但虚弱的她竟然流鼻血了 乔妈崩溃不已 作为最强女巫 又是永生无法杀死的存在 现在竟然虚弱到连个简单的咒语都无法完成 饮水对她的侵蚀越来越强 而此时弗雷亚正打电话给猫姨 说了小叔子的事 猫姨说这证明你的预知能力在变强 不过这只能说明小叔子身处危险 预知具有不确定性 她不一定就是死了 说完就伸向了一本书 寻警小帅也想借这本书 本着不重要没名字的逻辑 大家猜猜小帅的剧情 两人一通争抢 猫姨使美人技也没用 猫姨懊恼 你到底非要这本 北美土著百科全书食用草药干嘛 说完一招手就得意洋洋地抢过了书 而此时达石却是给自己做起了检查 小叔子的幻象又出现了 还不知道自己是术士源自先公的达石 能借助现代科学解释超自然力量吗 次日清晨一家人正在花园早餐 大家其乐融融 看着这一切的乔妈想敬酒感谢 但刚起身的她就晕倒了 乔爸说饮水像癌细胞一样在她身体里繁殖 已经感染到她的大脑了 普通治疗已经无效 她要前往亚马逊河找一种植物 或许能够有效 现在出发三天就回来了 与此同时森林里 那个神秘且帅帅的男人正在 正在换衣服 好家伙竟然也会魔法 她会是袭击居民的黑影吗 医院中的达石正在给那位居民检查 这位大叔一把坐起 嘴里还胡言乱语 没两下就立刻凉了 达石一个按压 魔力又出现了 一气瞬间爆表 达石对自身的疑惑更重了 一边的猫姨则在占卜小叔子 她说小叔子的船遇到了风暴沉船了 但他人没事 有东西护住了她 在小叔子冰死之时 她创造了一个屏障守护了她 弗雷亚庆幸 猫姨却说未必 猫头鹰吃肉的 她保护她是不是为了猎杀很难说 而达石也来到了酒吧 看着如今的达石 弗雷亚竟然感到害怕 她变了 你结婚当天因为她弟弟抛弃了她 她没同你就不错了 正好一个电话打来 是她之前做头部扫描的结果 对方说她的报告很特殊 而有史以来只有一人的报告和她的一幕一样 就是1994年的一个小女孩了 她叫英格 慢慢发掘自身能力的达石 是否会给她们带来危机呢 乔妈自从上纪中了饮水之毒后 已经失去了永生不死的特性 她只有三天可活了 此时正在向猫姨交代后事 并且拿出一件件珍藏分别留给众人 乔妈说她死了女儿们就无法重生了 也许诅咒也会随着她的死去而消失 她的女儿们或许可以像凡人一样平安地生活老去 猫姨泪目紧紧地抱住乔妈 有人敲门猫姨立马去开门 这个人的出现将开启第二季的剧情 竟然是乔妈的儿子 猫姨对这个大侄子显得不是很友好 上来就质问她在森林里看到的是不是就是她 乔妈当然维护儿子 尽管当初先公之战弗兰克背叛了他们 弗兰克说她不记得了 但是肯定有人和她一起穿过了传送门 乔妈不置可否 所以我们都中了同样的咒诗意了 弗兰克说她很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也一直在找机会逃离 乔妈再也压抑不住对儿子的感情 猫姨还试图劝说乔妈 我信不过她 你也不要 而时日无多的乔妈哪里还管这个 坚定地认为弗兰克逃离了先公和他们的父亲 回归了他们 弗兰克走来 你好像病了 然后一摸头就知道是饮水 我可以帮你 说着就施起法来 几个爱的魔力小圈圈一转 妈惊讶地发现毒没了 你怎么做到的 弗兰克说毒在她体内 不过对她无效 祖父不止一次想用饮水杀她 她一直提升免疫力 这玩意已经没用了对她 乔妈一看更加心疼了 立马安排她去休息 随后回到客厅 这下你相信了吧 她救了我 我重获新生了 贸易的戒心有所下降 但还是尝试劝说 我还是无法完全信任她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我们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我们早就不知道她是谁了 我知道 她是我儿子 而此时楼上本该睡觉的弗兰克 竟然在偷听他们对话 这神色还有身上诡异的符文 不是好人吗 与此同时 遥远之地 小叔子刚赢完钱 她很兴奋 她明明没看 但竟然可以知道他们的牌 她的能力也在觉醒了 一个女人进来 两人格外亲密 而这女人腰上赫然有只猫头鹰 难道她就是猫衣占不到的 那个守护冰死的小叔子的灵兽 这个女巫半夜来到森林里 对面竟然走出一个人形怪物 这这这 英格的梦游症又发作了 这怪物也是从先攻而来吗 下面不可描述 次日清晨 乔纳正在担心一夜未归的英格 弗雷雅却看到英格倒在院子里 乔纳一通检查 太好了没凉凉还是热的 这这这 昨晚有点激烈啊 英格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而且她觉得 睡得好香啊 而一边磨争的达石 又在练习她的魔法 好气 竟然没用 正好一个电话打来 对方问她收到礼物了吗 达石打开 竟然是她打飞小叔子的视频 我去 却是有不怕死的来勒索 愤怒的达石一开桌子 魔法又出现了 小叔子的幻象也是如影随形 而此时家里 乔妈正打算解释儿子的事 先扑殿下 道个歉 解释下 然后要从四百年前说起 两姐妹也是很惊讶 都以为只有一个人争宠 现在你突然告诉我 还有个第三者 哈哈 乔妈还想解释 不得已把哥哥留在仙宫 猫姨又插嘴了 事实上是她选择了 你们祖父自己留在了仙宫 就是那个诅咒了我们所有人的人 乔妈也有点无奈 还是解释到她改变了 并且是她完全治愈了我 惊讶加一 英格说那她就是穿过入口的那道人影 小姨妈说她看到的黑影很邪恶 猫姨点赞 有别的东西和她一起过来了 乔妈立马解释 而弗兰克也出现了 画面一转 弗兰克正在和两人讲述以前的事情 她说她经常和弗雷亚一起手握手施法 然后两人通过投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无视距离 英格震惊 那你和我一起做过这事吗 没有 只有弗雷亚可以 因为我们是双胞胎 好吧 又一个劲爆消息 两姐妹好像并不反感这个突然出现的哥哥 不过话说英格不应该是姐姐吗 而猫姨则找到了乔妈 你儿子的嫌疑还在哪 你却在这拔草 乔妈说她是在挖真话树根 如果达石真的觉醒了 我们有必要窥探下她内心的想法 我把她坐进蛋糕里送过去 她也不用吃 闻一下就中招了 猫姨说反正我们也要做 给我大侄子也来一点呗 另一边兄妹三人还在说笑 弗兰克正好在说英格的穷势 说她喝醉了在屋顶大喊要当王后 英格惊讶 为什么是王后 弗兰克说我们本来就是皇族啊 你们都是公主 两人惊讶地看着乔妈 乔妈有点小羞涩 我不说是因为 在仙宫是皇族和这个世界没关系 而猫姨则悄悄拿着真话树根 一屁股坐了过来 并问到这些年在仙宫和祖父怎么样 弗兰克说自己很后悔 并试图劝说祖父 但是他越发的偏执和剁容 并且不断拿他谢子 还好我找到了你们 我信你个鬼 你长得帅我也不行 大家觉得弗兰克的出现究竟会引发什么呢 这个男人一分钟前还是个普通人 结果就是一个小测试 周围的石头都飘起来了 他竟然是个强大的男巫 太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小叔子 又在打扑克了 他已经连赢一个月了 对面的大佬黑不干了 一把就掏出了家伙 结果手枪瞬间被挑飞 手都骨折了 他立马找到黑妹 他很疑惑这是怎么了 他们都叫他巫师 黑妹说他会一个方法 你是不是巫师一侧便知 果然随着咒语的念动 就有了开头一幕 黑妹也很惊讶 同道中人啊 小叔子也意识到黑妹竟也是女巫 而一边的猫姨正在收拾 耳环少了一只 那就不带了呗 然后就走着猫不去撩汗了 结果对方竟然有气有女 猫脸都被气绿了 与此同时 弗兰克正在念咒语 对象赫然是那只耳环 这这这 这魔法挺特别啊 随着弗兰克神神叨叨地抽搐几下 吐出来的耳环竟然闪闪发光 这是要对猫一干嘛 与此同时 达石正拿着马内 准备去堵住那个拿视频威胁他的人 正巧碰到来送真心化魔法派的乔妈两人 一共交流 达石虽然排斥 但也只是排斥和他们接触 并没有其他过激的想法 马上乔妈一家就去镇上聚会了 弗兰克一招手就把酒开了 大家很紧张 魔法不就是用的吗 小哥哥一脸的呆萌 众人赶紧补课 餐后弗雷亚找到哥哥 你说的那个投影到任何地方的魔法 现在能用吧 当然可以 显然他想靠这个去找小叔子 而一边在上班的英格 突然发现了一本古书 上面竟然有播上不足的记载 怪不得他能打开先公之门 与此同时 弗兰克兄妹也在施法 两人紧握双手 打开一扇门 对面已是十万八千里外 正是小叔子所在的海岛 磨成旅馆 弗雷亚能感应到小叔子就在这间房里 一把推开门 营练竟然是一只猫头鹰 弗雷亚吓得松手 咒语失效 两人瞬间弹了回来 弗雷亚导吉 是塔罗牌占卜到的那只灵兽 看着不像是正经的鸟 他要亲自去那里 而此时英格还在研究那本书 暗处又有东西在盯着他 而他那个讨厌的上司也来 一看是耿古吉就要拿去市里保存 交涉无用 好啊 书放着你拿吧 此日小镇聚会继续 弗兰克却是拿着耳环给了猫姨 大家知道这被他施法的耳环有什么作用吗 而小帅也找到猫姨 猫姨上来就是一顿喷 你个渣男 有老婆还电我 小帅解释那是前妻 来送娃给他的 猫姨瞬间阴转情 而英格那个凡人上司也来了 酷吃一下就被抓进小树林了 看样子那个怪物又要行动了 这个女人前一秒还在庆幸 和四百年未见的儿子团聚 下一秒却偷偷地观察起来 乔妈也陷入了悠久的回忆 四百年前的先公世界和人间交界处 一群人正准备逃离 有人来了 可能是祖父追过来了 猫姨说他既然诅咒了我们 又将我们驱逐 应该不会特地追来 果然到来的人是乔妈 可是弗兰克没来 思绪回转 乔妈想上前给他盖坛 结果赫然就看到了那个符文 乔妈瞬间脸色大变 画面一转 猫姨来花园找乔妈 乔妈说她看到弗兰克胸前 刻了国王的标记 猫姨也是大吃一惊 胸前刻上国王标记 那意味着是对我们父亲的绝对忠诚 她摆脱不了父亲的控制 妈说确实有点问题 是的 就像她对我的耳环施法一样 乔妈惊讶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乔妈也是无语 那我用结识咒检查下 我已经扔了 难道还留着过夜 哈哈 猫姨你真机智 不得不说全剧的智慧 应该都给了你一个人 而乔妈也说小镇里 已经有两人死 胸前都刻了国王的标记 而猫姨却是神秘起来 我已经有主意了 不用问她 我们也能知道答案 与此同时 英格正准备搬家 她要去外面走 这这这 是方便梦游吗 而弗雷亚也来道别 她上级施法找到基利安了 她要去找她 并解决她身边那只不正经的鸟 说着说着 英格竟然摸到一扇门 在衣柜里 而且还打不开 乔妈出现告诉两人 这只是扇废弃的门 却演技不行了 两人也是有点怀疑 而另一边的猫姨 却是找到了停事件 正是上级被怪物干掉的 英格的上司 猫姨开始 人竟然活了 猫姨询问是谁杀了她 对方却是又喊又叫 看样子行不通啊 猫姨一把将她推回了地狱 结果却看到了她胸前的印记 而一边的乔妈也收到了照片 正巧弗兰克尘跑回来 乔妈不经意地问起父亲的情况 弗兰克也是含糊其词 乔妈也再次陷入回忆 原来她偷了传送门的钥匙 乔爸和猫姨让她赶紧封印入口 但她不肯 弗兰克还没来 结果弗兰克真的来了 还说打晕了祖父 乔妈将钥匙给她 她竟然将钥匙给扔进了传送门 她被判了 与此同时 达石却是找到了威胁她的人 在基利安幻象的捕获下 一个可怕的想法在她内心诞生了 上级连死人的魂都召回来了 可是失败了 问了的寂寞 不过我们猫姨有的是办法 她正在向乔妈介绍手里的魔法道具 只要施法就可以呈现出弗兰克的踪迹 果然 弗兰克的虚影出现了 两人看着曾经发生过的场景也是惊奇 而一边的弗雷亚却是千里迢迢地赶到了魔城旅馆 房门打开 营练竟然是黑妹 更过分的是基利安 而此时乔妈两人却是跟着足迹来到了森林 内心挣扎的乔妈又再次陷入回忆 原来四百年前在传送门入口 弗兰克叛变并将金蛇钥匙扔进了入口 乔妈上前试图说服儿子 你外公已经被金蛇那件最强的邪物影响 与此同时 乔妈两人终于在森林深处发现了弗兰克 他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而一边的英格却是找到了达石 教导达石控制自身的魔力 但此时一位不速之客却正在达石家中 正是那个用视频勒索他的人 英格也是慌的一批 我好心好意来教你魔法 怎么就突然变成同伙了 与此同时 弗兰克回来了 乔妈上来就质问他 谈谈吧 你在森林里干嘛 下血咒吗 面对两个咄咄逼人的女人 弗兰克说他想施法去除身上的印记 但是失败了 猫姨可不管他 那两个死人怎么解释 都被画了国王的标记 外公肯定会派人追踪我 他们干的 好有道理 乔妈竟然信了 猫姨内心也是一万只神兽奔腾 不是吧姐姐 而乔妈则又再次陷入了回忆 国王穿过入口来到了人间 说着就是施法诅咒了所有人 这也是乔妈他们诅咒的来源 做完这一切的国王就想回归先公 猫姨拎起大宝剑 酷吃一下就将金蛇连带着手臂一起砍了下来 乔妈上前拉住儿子 试图挽回他 结果被他挣脱了 而猫姨则拿着金蛇迅速封印的路 事到如今大家也看明白了 感情这一家子被诅咒 承受着长生之苦 竟是因为弗兰克的背叛导致的 画面一转 英格正在施展魔法 只要这个稻草人一直沉在水底 那个被达士KO并抛尸深海的人 就永远不会重见天日 真是绑了好大一块石头 英格也注定是和他们家族的男人纠缠不清 从几百年前的达士祖宗到现在的达士 与此同时 远赴南美洲为乔妈找药的乔爸也回来了 看着情况不出意外的话 人没了 而此时的基利安也找到了弗雷亚 他已经得知母亲去世了 一行人决定马上返回 这么晚找别人 你是还于情未了 画面一转 弗雷亚已经回家了 他正难过着呢 老娘花光积蓄买的飞机票 飞了地球三圈半才找到你 你跟我说你结婚了 英格安慰他 弗雷亚说也许我不该拒绝达士 他一直对我这么好 在坑人这一块 你姐姐领先你一百年 而此时的达士正在把玩着手中的闪电 能量是被控制了心却歪了 他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吗 与此同时 乔妈正打电话给乔爸 但他的手机却在滴血 这这这 刚被抓走 已经被打成这样了 次日 猫一正和小帅约会 两人享受着浪漫的时光 一只老鼠窜到了小帅身上 大老爷们怕老鼠 猫一把抓住他 然后就是一丢 眼神微微诧异 与此同时 绑架乔爸的人也露面了 他要得乔妈发消息 以免他怀疑 一只老鼠跑了过来 眨眼就变成了一个女人 好家伙 都不是凡人啊 与此同时 俩兄弟正在聊天 西里安说他失忆了 只记得登船前的事 达石松了口气 还好你不记得我打飞的你 正好有人敲门 律师递给两人一个东西 这是你们母亲的遗物 他特地嘱咐我在他死后交给你们 两人打开盒子 正好奇怎么解开这玩意 两兄弟同时握住 蓝光一闪竟然就开了 与此同时 两人正在审问乔爸 原来他们是入口封闭后 被困在人间的巫师 抓乔爸也是为了找到钥匙 回归先宫 而此时达石正打开卷轴内的纸条 跟随踪迹四个大字 显然这是达石 妈留给二人的踪迹 两兄弟也是唏嘘 我们竟然是巫师 两兄弟立刻准备好道具 并割破手指 两人你一口我一口 就开始念动咒语 这咒语号称可以保护他们 让他们不受任何伤害 而另一边的猫姨 他和小帅的约会 也是意外平平 这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在预示着 危机在慢慢靠近了 与此同时 抓了乔爸的两人 找到了弗兰克 几人也是老相识了 一痛大聊弗雷亚才知道 原来他们是替弗兰克背了口锅 才被外公从仙宫驱逐 男人打开手机 是乔爸被折磨的视频 不得不说 这是我见过最头铁的绑匪 而弗雷亚则在拿咖啡豆 鼠女突然出现了 弗雷亚不想搭理他 你俩就差把坏人客脑门上了 但鼠女却是一个闪现 挡在了他面前 嘴巴里黑雾喷出 这这这 单杀啊 而外面酒吧里的两人也差不多 周围的人群瞬间静止 鼠男上来就威胁弗兰克拿出惊蛇 路口不能打开 仙宫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好之地了 你不知道对面会过来什么 显然 鼠男是不信的 快给我 不然杀了你爹 弗兰克说看视频 现在也来不及救他了 与此同时 俩兄弟还在研究刚才的咒语 既然咒语号称可以免一切伤害 那就试试呗 达石立马将手臂放在火上 神奇的事竟然真的一点伤没有 而基利安也上前尝试 好痛 而且他竟然还吐出了一颗牙齿 你别不是被达石给坑了吧 达石立马联系英格 你快来 我们搞出事情吧 而基利安 头发都在一把把掉了 正准备前往的英格 确实突然目光一致 我去这回他竟然开始梦游了 自求多福吧基利安 而弗兰克也正在家里找金蛇钥匙 乔纳一把打开了灯 你在干嘛 鼠男他们抓了爸爸和弗雷亚 他们要钥匙 想打开通道回去先攻 乔纳一听立马不淡定了 竟然抓了我的老宝贝和小宝贝 说着就让弗兰克待在家里 自己单枪匹马杀过去了 而英格则是梦游到了树林里 女人念动咒语 魔法杀漏瞬间启动 这个最强女巫竟然不敢动他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变成老鼠跑路了 弗雷亚刚想动 乔纳立马喝止 而一边的英格刚结束眼保剑操 来不及纠结 立马去找达石 与此同时 达石也正在翻找魔法书 企图救基利安 此时的基利安土都已经埋到脖子了 上级两人刚拿到家传魔法书 就一起试了个魔法书上的血症 然后基利安就这个死样子 达石想带他去医院 结果轻轻一碰 英格堪堪感到 立刻试了个治愈术 达石拿出魔法书 英格立马接过 我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这哪里是什么宝负种 他是把一个人的命一接给另一个人了 与此同时 弗兰克拿着魔法书找到了鼠男 骗他说要是试一个咒语 而且仙宫入口就在这里 鼠男也不傻 立刻让弗兰克念咒打开传送门 弗兰克翻开魔法书 蛇老鼠的天敌 说着就念动咒语 鼠男顿感不妙 立刻就刷刷地爬上了柜子 而随着咒语的完成 一条毒蛇浮现 瞬间就钻入了鼠男的身体 蛇毒让他彻底失去抵抗力 鼠男说他只是想回家 而弗兰克却是真的邪恶 弗兰克甚至杀了自己一半的族人 比他这个老鼠都不如 与此同时 英格正在引导俩兄弟解除咒语 随着咒语的施展 希丽安痛苦不已 成功了 他又秒边那个撞小伙 与此同时乔妈正在犯难 这个沙漏被施咒了 只要你站起来或者沙子流了 这些个瓶瓶罐罐就会爆炸 他尝试了多种咒语 都无法停止这个沙漏 弗雷亚让乔妈立刻带乔爸走 反正他能重生 乔爸则是让乔妈施法 让他们交换位置 这样你也会死的 乔妈不忍 乔爸让他们赶紧走 无奈的两人只得离开 刚走到外面 一声俱响就送走了乔爸 虽然不幸 但这大概是全天下父母都会做的选择 而此时的达屎正将魔法术归位 显然是不敢用了 英格露出自己的伤痕 女巫正在施展魔法 烟雾汇掘 一只鸟成形 他正在为刚死的老公祷告 突然阴风阵阵 是那只怪物 画面一转 几人正在谈论最近的凶案 乔妈说现在我们知道了 人都是曼陀罗沙的 猫姨说这是先公的野怪啊 他为什么要过来 弗兰克说外公找到办法捕捉并驯服他们 而且还建了一个军队 肯定是追踪他来的 猫姨显然不幸 杀人就杀人 他们还在死者身上刻国王的标记 这不合理 乔妈打断他们 这些都不重要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 永久地解决掉 弗兰克说不行 他们太强了 没有人正面刚还能活了 老妈你也不行 与此同时 达屎正在给一个小娃娃打击 他要去做手术了 结果画面一转 一群人就在抢救他了 医生说心跳停止16分钟了 他死了 达屎不仁 趁着四孝无人偷偷念动咒语 小男还真的活了 但是达屎我哥 你知不知道复活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真是英格的好徒弟 他第四集的时候也干过 与此同时 乔妈和猫姨正在街上找人 你不是吧姐姐 那个和曼陀罗交手还活下来的神秘人 是这个卖热狗的小伙 乔妈可不留他 冲上马路 平颜值就逼停了一辆豪车 车上下来一个波浪头 看驾驶关系也不是很好 给你15秒逼一笔 乔妈说入口开了 一颗曼陀罗草过来了 波浪头是最了解他们的 他只能找他帮忙 不能再让无辜的人死去了 波浪头说我真佩服你 这么久了还敢来找我帮忙 还是那句话 去死吧 说完酷酷的走了 乔妈一脸凌乱 而此时的阿石正在给英格检查 看看科学能否解释他的梦游症 而英格却恰巧看到达石的手 而此时的猫姨那是一个八卦呀 他怎么这么狠 傲娇的乔妈说不需要他 老娘可以单挑 刚说完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 可不就是刚刚那个波浪头 女人上来就问 你们找到曼陀罗的伴侣 曼陀罗必须寄生才能存活 他们通过和伴侣打牌获得能量 好吧 众人现在还不知道伴侣就是英格吧 乔妈该怎么收场呢 这个波浪头不会也被坑死吧 这个男人竟然被女人一脚踹飞 一只怪物突然出现 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触角直接捅进了他的脑袋瓜子 原来上级达石用咒语 驱散了小男孩的死亡 英格正在想办法救他 世界是平衡的 死亡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进入了达石的身体 如果不把他弄出来 You're going to die 达石说那我怎么办 难道为了自己活灭 就要去杀一个13岁的孩子 英格说只是把死亡还给他而已 随即拿出魔法书 死亡馈赠 你要用这个魔法把男孩的死亡还给他 逼着人心 达石最终会怎么选择呢 与此同时 波浪头正在准备魔法要击 他已经在森林里布置了陷阱 只要曼陀罗碰到就会被标记 他们就能找到他的老巢一举干掉了 现在就等这个碗破了 闲来无视波浪头就替猫医看起了未来 他的能力是预言 塔罗拍占卜这种在他这就是小把戏 他清楚地说出了猫医近期的遭遇 包括他和小帅的种种 你的未来我看得很清楚 你想知道吗 猫医当然是想 乔妈突然出现并打断了他们 显然他不想猫医窥探自身的未来 达石正打算施展咒语将死亡返给南海 南海母亲出现 他非常感谢达石 主治医师都放弃了 但达石坚持到最后 小男孩不但活了 而且癌症都没了 看着面前的这位母亲 达石再也下不去手 离开的达石看着自己的手臂 死亡已经在蔓延了 他时间不多了 而另一边的英格刚回家 梦游状态又突然开起了 然后就直挺挺地出门了 此时的乔妈和波浪头也正在森林里搜寻 画面一转 英格已经满身伤痕了 又一次记忆全尸地在森林醒来 让他很是恐慌 而一旁的达石却正巧碰到一个枪伤的病患 救护人员说他试图杀死老板抢劫伤铺 结果反被人干了一枪 看着这祸叫嚣的样子 达石瞬间有了主意 他来到病床前 直接就施展了死亡馈赠 人还没走远 里面那位已经凉了 画面一转 英格找到了下班的达石 他又梦游了 他需要达石帮助 达石一货 我只是个菜鸟巫师 与此同时 乔妈两人也找到了曼陀罗的巢穴 看着一地的东西 乔妈显然认得是英格的 而曼陀罗也出现了 波浪头刚要射击 乔妈一把飞 梦中的英格也瞬间受伤 打偏了 波浪头无语 乔妈说他死了英格也忙了 英格就是他的宿主 而另一边 正在处理伤口的英格又突然被控制 一番扭打一脚踢飞了达石 然后就有了开头荧幕 这下子要怎么收场呢 原来上级曼陀罗带着英格逃离后 就来到了图书馆 与此同时乔妈又在制作魔药了 猫一说两只不够吗 还要做 我们已经用掉一只了 而且英格也需要 猫一大惊失色 你认真的吗姐姐 这是毒药啊 乔妈说英格被控制了 我们要让他清醒过来 控制好剂量就不会有问题 波浪头也凑上前来 清醒是第一步 然后还要想办法解除他们的共生关系 这样才能既干掉曼陀罗又不伤害英格 画面一转 魔药已经大功告成 猫一说英格平时连感冒药都不吃 你怎么让他服下 想要起作用必须注射进大脑 用这个 我去好尝好粗 弗雷亚说就算英格清醒了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除共生关系 我们的魔法书上也没有这样的咒语 是的 波浪头肯定 但是丧彪的魔法书上应该有 猫一懊恼 那货死了一百年了 去哪找啊 一旁的弗雷亚却是举起了小手 这个宝宝也知道 在达石家的地板里 事已至此 弗雷亚去找魔法书 乔妈挤人去找英格 挤人毕竟是主角 一找就找到了 一进门就发现被袭击的同事 好吧 还能说话 抢救下呗 万一能活呢 说完就让弗兰克和猫一将他带回家 与此同时弗雷亚也找到了达石 达石的眼神很不正常 而图书馆的乔妈也找到了英格 关键时刻乔妈又掉链子 下不去手了 那我来波浪头说道 好吧 墙都不服就服你 关键时刻英格醒了 眼看要失控 乔妈只得一把扎了下去 效果不错 英格终于清醒了 两人立马让他回家 而曼陀罗也直挺挺的出现了 波浪头一枪射出 打偏了 我打赌这两货打不过 果然 曼陀罗游走了一波 悄悄的就收割了波浪头 乔妈还在晃到 突然看到倒地的波浪头 不管不顾的就上去治疗 结果就送了个二选 与此同时 达石家也干了起来 达石话越说越难听 说着说着就扑了上去 他被曼陀罗的毒液影响了 弗雷亚逃脱 很巧地跑到了书房 又很巧地踩到地板 发现了魔法书 弗雷亚找到咒语 还没拍完照片 达石就出现了 一把就掐住 他的脖子举高高了 而乔妈和波浪头也醒了 但是他们无法离开了 曼陀罗的毒浆 他们困在了幻境里 而此时达石两人的大战 也到了白肉 弗雷亚正脱了 但还是被达石堵住 这货拿起铁棒就抽了过去 与此同时家里 众人正在通过 弗雷亚发的照片 准备咒语 糟糕 最后一页没发过来 这样咒语就无法完成了 正说着弗雷亚回来了 达石也抱着魔法书走进来 几人随即施展咒语 他们要把魔药图在英格身上 然后点燃 那不考熟了 弗雷亚震惊 猫一说不动就不会被烧到 火烧完了 共生链接也就解开了 正说着整个屋子一阵 曼陀罗来了 弗兰克说着就要去丹体 猫一显然信不过他 你留下我来 说完拿了的扫把就上了 咱能拿得硬点过 结果曼陀罗一个偷袭 就缠住了猫一的脚 猫一也不虚啊 虽然一秒倒地 抬起高跟鞋就是框框一顿踩 而此时弗雷亚也念完咒语 一把就给英格点着了 肯安详 一动没动 没一会火焰熄灭 成功了 这不料也是防火吧 而此时猫一已经快撑不住了 弗兰克提着大刀就走了进来 然后就有了开头一幕 乔马两人也瞬间摆脱了控制 两人立马赶回家 太好了大获全胜 一切完事后 弗兰克正打算洗澡 结果胸前的印记发光 他立刻口吐白目 这个女人前一秒还年轻貌美 一转身竟然变成了100岁的老姐姐 惊讶的基利安晃了下眼睛后又正常了 眼前的女人还是那么年轻那么黑 不过这真的是幻觉吗 原来两人已经连续打了七天七夜的牌了 自从之前黑妹对她的酒饰咒吼 基利安就没下过床 与此同时 达石找到了英格 安慰了下曼陀罗的事 顺带邀请他今晚参加一位大画家的展览 作为朋友参加 哈哈 解释什么呢 你俩要是没事我倒立洗头 而另一边的弗兰克 正和新交的女朋友约会 女友要去上班了 结果刚目送他离开 一回头 对面竟已做了个男人 一挥手就放倒了弗兰克 与此同时 弗雷亚正拿着一份情帖 是猫姨的 她也收到了大画家展览的邀请 乔马一听就巴拉巴拉地吐槽起来 就是那个平平无奇水平一般毫无品味 但人们都喜欢花几百万刀去买他画的 小画家 两人对视一眼不敢插画 宝宝没记错的话 乔妈是教美术的吧 这怎么听着酸酸的呢 不过弗雷亚已经在讨论穿什么了 我也要去 乔妈愤愤地走开 而另一边的弗兰克 正在质问眼前的男人 男人说他是国王派来帮他的 弗兰克显然不幸 除我之外 没人能穿过入口 对面的男人则说 他是四百年前就来到人间了 为国王监视这里的一切 四百年前正是乔妈一家 逃离仙宫封印入口之时 弗兰克说不需要帮助 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宿主 男人却说曼陀罗是唯一找宿主的办法 但是被你杀了 说着就拿出了一瓶魔药 首先 把这个给你妈喝了 弗兰克不解 男人却说你妈太强了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隐秘了 这个城镇一百年了 他完全找不到他的踪迹 这药剂会让他虚弱 以便他不会干扰到我们 而弗兰克竟然一口答应了 与此同时 基利安刚洗好澡 镜子上竟然有字 画面一转 黑妹正打算出门满事的 基利安说了一大堆 显然是刻意直走他 黑妹刚走 基利安就打开了手机 里面竟然是他自己的录像 他说黑妹对他施了重 所以他才爱上他 和他结了婚 他一直在控制他 他真正爱的一直是弗雷亚 我乐得去 黑妹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仔细看 女巫划破手掌 挥手就拖了男人 男人瞬间倒地不起 原来上级基利安 看到自己清醒时的录像 知道了自己 一直被黑妹用魔法控制 基利安彻底爆发了 甚至施法将台灯丢了过去 黑妹淡定地捡起一块碎片 直接就给自己来了一下 然后走到 还在嗶嗶的基利安面前 随后就有了开头一幕 拿出魔药 抠了一指头就未给了他 显然要施法再次控制他 他该如何摆脱呢 而此时的猫姨和弗雷亚 也来到画展 猫姨说你看看呢 我怎么觉得这些画像我 猫姨大惊 正在两人凌乱时 一个男人出现了 与此同时 小帅正带着新女友见家长 正说着有人来了 乔妈起身带进来一个男人 弗兰克瞬间脸色凝重 正是上级威胁他的人 而一边的猫姨黑着脸要走人了 弗雷亚也是大眼滴溜溜转 结果男人指着那些话 你看每幅画都是你 一通鬼画下来 猫姨竟然还动摇了 而另一边的乔妈 正在和老友酗酒 说着就去厨房了 弗兰克问他来干嘛 还用问吗 来监督你给你妈下毒的 与此同时画展上 英格正在和达石跳舞 探着前任和姐姐 弗雷亚也是五味沉杂 画面一转 塔夫就要让弗兰克给乔妈敬酒 而弗兰克也乖乖做了 整整一瓶能让无敌的乔妈虚弱的模样 就这么倒进去了 而另一边的达石 却是碰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之前被他干掉 并抛尸深海的那货的父亲 老哥哥上来就问儿子在哪 达石眉头一皱 我不认识 这必须不能承认了 老哥哥却说他请了最好的侦探 达石肯定知道什么 看来老哥哥离见儿子也不远了 而此时乔妈一家正在碰杯 他有太多话对儿子说了 看着眼前的母亲 弗兰克犹豫再三地拿起杯子 趁着碰杯 一把撞碎了乔妈的杯子 他终究下不去手 眼看外公就要降临 乔妈也是树敌无数 这档子让他虚弱 相当于间接杀了他 仔细看 男人手冒电光念动咒语 对面的老哥哥啊呃呃几下就搞定了 原来画展上达石看到老哥哥离开 找了个借口也走了 紧跟着老哥哥出来的达石 正试图打消老头对他的怀疑 但是老头显然不配合 他笃定达石和他儿子的失踪有关 我已经让侦探查我儿子的通话记录了 你的秘密藏不了多久了 眼看老头要离开 达石念着咒语就跟上去了 然后老头就躺板板了 更觉得是 达石直接报警 声称老头突发疾病 他试图抢救但人还是没了 佛波勒还对他说了声谢谢 与此同时 前夫找到了猫姨 看着变红的项链 这是最后一条命了 猫姨点头 是的 离开你之后我死了很多次了 前夫说他可以解决 得了吧 猫姨就当个笑话听听 前夫说了很多他们以前的事 猫姨渐渐也不排斥他了 不得不说能让猫姨架三次离三次的人 肯定是很可恨又很有魅力的 不过画面一转 猫姨却是推开了前夫 理智还是战胜了他 他不想重蹈覆辙 而且他很爱现在的男朋友小帅 眼见猫姨要走 狗头嘴脸的前夫终于说出了目的 猫姨一脸吃惊 这后在说什么 前夫说他的美幅画里都有猫姨 这是真的 他把猫姨的头发做到美幅画里 头发拥有主人的灵魂 这样他的画就有了魔法 他甚至都不会画画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痴迷这些画 甚至花几百万刀了买他的原因 笑得还挺开心 猫姨也乐了 去死吧 说完就大步离开 好险 差点又掉坑里了 与此同时乔妈家里 塔夫随手就藏了一把刀 然后找到乔妈 乔妈说见到你太好了 特别是乔爸去世之后 说完还拥抱了下 塔夫则顺手拿了乔妈的头发 上级弗兰克破坏了下毒 这次塔夫拿头发又要对乔妈做什么呢 而另一边的达石则回来找到英格 说了老哥哥的事 用的还是之前的说辞 英格这个才女竟然还安慰他 就算你是男的 白莲花也非你莫属 而另一边的弗兰克正在送别女友 塔夫瞬间出现在了身后 他很愤怒弗兰克最后关头打翻了毒酒 并且威胁起他 弗兰克也不虚 我才不怕你 国王的灵魂在这里 除非你找到宿主 不然我就是宿主 你还能杀了我 塔夫说 我断了你的胸膛就好 说着就一刀刺了过去 结果瞬间被弹飞八百米 弗兰克还没来得及高兴 这后瞬间出现在了他身后 一个咒语就将他拍在了地上 说着就解开了禁锅 弗兰克说他有办法代替曼陀罗来寻找宿主 就是需要玩点狠的了 说完就自顾自走了 他笃定塔夫不敢真的伤害他 弗兰克究竟要怎么做呢 那位强大无比 甚至诅咒了乔妈他们所有人的国王 又为何会只剩下灵魂 仔细看 男人正在施展咒语 曼陀罗之邪索克的符文竟然有反应了 但是符文闪烁几下终究还是失败了 想以此找到适合承载先公之主灵魂的容器 显然无异于大海捞针 眼见地上的男人无用 塔夫上去一刀就抹着火 弗兰克说我们不能再随意杀人了 是啊 我们找的都是陌生人 他们都恐惧我们 也许你得找个信任你不会畏惧的熟人试试 弗兰克犹豫了 糟老头子坏得很 次日 乔妈拿着蛋糕祝福雷亚生日快乐 并说为他准备了生日派对 猫姨还顺带讲了些以前的派对经历 什么敌人打上门之类的 乔妈显然不喜欢他的乌鸦嘴 正说着那猫一头一仰就直接变成小猫咪散不去了 乔妈无语每次都这样 这也是你的生日 弗兰克说我们是双胞胎 但已经不是纯天然了 弗雷亚后面都重生很多次了 现在我们的生日不是同一天了 看着两人的表情 弗兰克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那我晚上不是没空杀人了 哈哈 另一边恋爱恼的英格找到了达屎 嘴里说着抱歉 昨天没回答是短信什么的 达屎显得不太自然 果然 一个服装略显潦草的女人出现了 大型射死现场了 渣男 英格抬起屁股就走了 与此同时 吉利安正在吃早饭 黑妹的祖母还让她多吃点 一家人很和谐 看样子吉利安 又被黑妹施法控制了 她甚至都不记得之前的事 吃完早饭就要去上班了 今天弗雷亚在酒吧包场 祖母问谁是弗雷亚 黑妹说是她爱慕之人 她每天都在加大魔药伎量 但吉利安始终对她仍有感觉 而且快要爆发了 但我还是没怀孕 黑妹也很是沮丧 而另一边的猫姨则散完不回家了 大摇大摆的在客厅变了身 迎面就是来找她的小帅 又是坦诚相见 又是由猫变人 一下子就给她整不回了 哈哈 这一对又该何去何从了 猫姨一通胡舟 小帅显然也是不幸的 猫姨试图安抚她 结果刚一靠近 小帅吓得立马连连后退 猫姨也是无奈 就这么看着小帅落荒而逃了 而猫姨也立马找到了乔妈 说了这个恶好 你必须下周让她遗忘 猫姨很无奈 她会怎么选择呢 与此同时 吉利安也回到酒吧了 而另一边的弗兰克又约 塔夫在小树林见面 弗兰克说今晚做不了 塔夫一挥手又把她干地上 弗兰克说不能再随意杀人了 我有更好的办法 塔夫解除限制 而地上的弗兰克则是掏出匕首 当然是走心了 画面一转 弗兰克已经回到酒吧了 吉利安特地调了杯酒给她 而另一边的小帅 确实又找到了猫姨 两人互相说着抱歉 并表达思念 显然小帅还是克制了心中的恐惧 我觉得你试得了不起 而一边的弗兰克也等来了女友 女友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弗兰克很开心 立马用实际行动感谢 结果刚送回老家的塔夫 竟然又活生生地出现了 弗兰克立马只走女友 塔夫说你知道的 我能独心 我自认为可以抵挡你走心的一包 该继续工作了 上集说的信任你的人 我去 不要啊 这娘们一看就是好人 弗兰克也是大惊失色 她会怎么选择吗 女巫仕途就眼前的祖母 结果她竟然才是女儿 这个妙龄少女竟是她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画面回到生日会 达石来找英格 英格惊讶 你知道这是弗雷雅 以前未婚妻的生日会吧 吃吃吃 前任跑到自己的生日会上 撩自己的亲姐姐是什么体验 求弗雷雅的心理阴影面积 不过宝门应该记得 44级达石的大型射死现场吧 神奇的是 这会一通糖一炮弹 竟然说得英格眼含泪花 一瞬间就原谅了她 我服了 而此时基利安也找到弗雷雅 黑妹的咒语显然不太有用了 基利安本能地靠近弗雷雅 被她吸引 弗雷雅说她被诅咒了 总是早死然后重生 而且每一时他们都在一起 但是都无法善终 无一例外 他们不可能的 说着丢下她独自走了 基利安略显失望 但是没一会儿 弗雷雅又回来了 下面不好看我们跳过 星空下 真的是好大一张床 而另一边接受猫仪是女巫的小帅 正要求猫仪展示魔法 猫仪小脚一圈 储藏是瞬间变成了巴厘岛的沙滩 小帅也是震惊不已 这里也不好看我们也跳过 哈哈 另外 英格和达屎也回家了 那里也不好看我们也不看了 与此同时 弗兰克则和女友回了家 他竟然对酒做了手脚 新女友这么可爱 你竟然要弄死他 而另一边的英格刚打完牌 打牌太匆忙忘记和弗雷雅说了 说着就要给弗雷雅发邮件 结果电脑一打开 好巧的就是达屎打飞基利安的视频 一番争吵在所难免 刚刚的美好荡然无存 而基利安也回到了家中 深知自己不爱黑妹的她 决心摊牌不耽误人家 可黑妹会放过你吗 画面一转 猫仪正在和小帅道别 我们不能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 这个强大的女巫 这一刻也只是个无助的小女人 但小帅显然不会放手 而此时的弗兰克也做好了准备 正拿着刀对准新女友 显然要刻上应景 与此同时 黑妹的祖母 不 是女儿也快不行了 老姐姐希望死前看到黑妹怀孕 不然黑妹也会死 然后就是开头一幕 而另一边约好和弗雷亚 私奔的基利安也回到了酒吧 她竟然拒绝了弗雷亚 显然她没谈成功 她又再次被黑妹用血皱给哄着 弗雷亚心中一万个非洲大汉狂奔 另一边的弗兰克也拿着龙之血 开始在女友身上刻印记 这个爱她信任她的人 能否成功成为宿主 并承载博王的灵魂呢 但最后一刻 她还是没下的了手 她爱上了这个善良的女孩 与此同时 达石正在喝闷酒 英格上集无意中 发现了她打飞基利安的视频 愤怒的达石指得拿家拒出器 结果却意外发现一本笔记 里面还有一张英格几百年前的老照片 而一边的弗雷亚大清早的也找到了英格 她正以八倍语速向英格诉说昨晚的事 弗雷亚赌定黑妹是用魔法控制了基利安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而另一边的弗兰克也狼狈地回到了家 乔妈一通操作 一碗魔药瞬间完成 弗兰克也得到了治愈 他向两人说了塔夫的阴谋 和曼陀罗草杀人的目的 两人也终于知道他们强大无比的父亲 如今依旧强大 但肉身已经崩溃了 塔夫身为心灵感应者 只有乔妈出手才能打败甚至杀了他 而那留下过夜的小帅 趁几人谈话偷偷溜走了 结果却是在花园碰到了塔夫 画面一转 乔妈拿出了压箱底的东西 猫一说你看 你妈这表情就意味着他要动真格 他连死亡蝎子都拿出来了 塔夫无法看穿了 因为这个咒语是我们发明的 弗兰克不解 猫一说被这个蝎子着一下 全身瘫痪几小时 这两下瞬间毙命 哈哈 塔夫自求多福吧 而一边的弗雷亚则偷偷前进了黑妹家 一通翻找 竟然找到了黑妹控制基利安的模样 结果黑妹的女儿出现了 上来就是一通轰炸 当然 肯定炸不到我们的女主 弗雷亚成功撤退 而这位老姐姐眼看就要不行了 施法加速了她的死亡 与此同时 达石也拿着笔记找到了英格 虽然笔记用了其他语言书写 她没全部看懂 但部分还是英语 里面提到最多的就是祖父丧彪对英格的爱 当然 她此时还不知道这层关系 她很迷惑 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这个女人前一刻还青春貌美 下一秒就已经白发苍苍 原来基利安找到弗雷亚 问起了弗雷亚闯入家中的事 弗雷亚说了黑妹一直控制她的事 但众咒的基利安显然不相信 说着就要去找黑妹对质 两人来到家中 黑妹静静地站在窗前 基利安靠近 眼前的黑妹静以白发苍苍 黑妹说她一直在骗她 她的母亲只是一个凡人 她生于几个世纪前 她只有在第一个孩子老死前 怀上男巫之子 她才能摆脱凡人之躯 变成女巫长生不老 这就是为什么 她感应到基利安在海上漂泊 然后施法将她召唤到身边 她很抱歉 一直施法控制基利安喜欢她 但她还是没怀孕 她的女儿 也就是上级内的老奶奶 已经死了 咒语破除 她也要死了 基利安抱歉 看着眼前的老人 她一点恨不起来 而黑妹也在她怀里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而另一边的乔妈也在准备魔法 一阵光闪过 兄妹两人的灵魂 被传送到一间废弃医院里 而绑架了小帅的塔夫 正在准备一事 原来弗雷亚兄妹 又使用了双胞胎的专属魔法 两人联合 通过咒语 就能去到想见之人的地方 无视距离 塔夫说小帅知道他们的身份 岂不怕死 是承载国王灵魂的最佳容器 弗雷亚瞬间大惊失色 你个小次老 他瞬间就放开了手 回来的弗雷亚一把推开弗兰克 塔夫抓了小帅 猫一大惊 弗雷亚说他们在废弃的医院里 而且弗兰克是叛徒 祖父的灵魂一直被他带在身上 弗兰克还没组织好语言狡辩子 乔妈一个大蝎子 就给他治得服服帖帖 被蝎子折一次全身瘫痪几小时 两次直接吃喜 愤怒的乔妈真打算再折他一次 弗兰克两眼泪汪汪的打起感情牌 还说自己已经打算不帮祖父了 但被二次背叛的两人 显然再信不过他了 猫一只想着立刻去救自己的大魔鬼 回头再收拾他 而另一边的英格 正和达石一起翻看丧彪的日记 他警告达石不要去用这些魔法 因为这些都是血状 用血施展的魔法 最终都会带来血的代价 达石疑惑这张老照片 所以你到底几岁了 英格也是无语 随后解释了他们家族的诅咒 并提到日记的主人丧彪是达石的祖父 他妈是丧彪的女儿 我刺傲 你是不是忘记他妈被你妈杀了 你现在告诉他丧彪和你们的关系 你觉得他研究下 会不会怀疑他妈不是你们说的自杀 不过达石有更要紧的事 那你跟我祖父打牌了 而我们昨天也打了 英格说是的 但是我和他打牌那回你妈都十岁 你放心 我不是你奶奶 与此同时 小帅胸前已经被刻好了印记 但该死的没有反应 塔夫懊恼 正打算离开 结果印记变化 乔妈两人得知塔夫在废弃医院后 立刻连手杀上门来 手一挥就掀开了大门 很酷很拉风 结果人没了 好吧 有点点尴尬 猫仪认出了小帅的衣服 整个人不淡定了 乔妈说我们已经失去齐齐的机会了 那就直接点拔 说完就掏出了手机 电话那头的塔夫也很是淡定 仿佛知道他会打电话来 我要见你立刻 不过塔夫显然不会很配合 一通威胁下来 塔夫竟然答应见面了 而一边的弗雷亚 却是接到了英格的电话 英格让他赶紧去图书馆找他 结果电话那头竟然是塔夫 他在模仿英格 而英格已经被撂翻在地了 弗雷亚匆匆赶到 迎面就是倒地不起的英格 塔夫却是微笑着关上了门 你这糟老头 这俩菜鸟威胁了 而另一边的达石经过英格劝解后 正打算主动向弟弟坛场 曾经打飞他并将他的船推向深海 想让他自生自灭的事 而另一边的乔妈两人也找到了塔夫 塔夫说小帅还活着 去笑好好的呢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召唤国王的 看着面前的乔妈 塔夫也袒露了心声 原来他一直喜欢乔妈 但他也死忠于国王 他只要完成任务 国王答应将乔妈刺点他 乔妈瞬间被恶心到了 快看这里有个死变态 废话少说 上蝎子 结果塔夫也是有所准备 两人僵持中 蝎子粉碎 塔夫也瞬间消失了 而另一边得知真相的基利安 却是无法原谅 两人的恩怨彻底爆发了 一拳就给达屎打飞出去 达屎也不损 光光几拳就给打回去了 基利安起身控制沙发就丢了过去 僵持之下好像势均力敌 这下子有得打 而那逃脱的塔夫 却是去家里找弗兰克 一只蝎子爬上肩头 轻轻一折 塔夫瞬间倒地 弗兰克拿起蝎子 就塞进了他嘴里 弗兰克说他不会让塔夫 大战已经结束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这架打得有点废家具 而那个装着稻草人的瓶子 竟然已经破碎 而遥远的海里 没了魔法的限制 那被达屎抛尸的尸体 也浮出了水面 与此同时 乔娜两人也回到了家里 发生什么了 乔严 I'm so sorry 乔娜立马赶到花园 两姐妹终究没有逃脱宿命 整整齐齐地被塔夫挂在了树上 乔妈彻底崩溃 姐妹俩四百年来不断地死亡重生 让这位永生的母亲再也承受不住 猫姨也怒斥着弗兰克 并将她赶出了家门 可怜我猫姨都还没来得及 为小帅伤心 这边的大侄女又领和饭了 而一边的吉利安也苏醒了 她奋力掀开身上的家具 盯着面前的撬滚 一招手就拿到了手里 吃吃吃 冷静啊 而家里的乔妈正在替女儿们收拾一容一表 气氛安静的吓人 收拾好一切点上蜡烛就离开了 可能两姐妹走得太仓促 尸体需要冷静一下吧 而一边的吉利安却是拿着撬滚对准了达屎 不过终究还是没有下得去手 毕竟亲兄弟 与此同时家里 猫姨拿着镇定寄给乔妈 但乔妈并不想喝 女人们死了 她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猫姨说会的 是啊 但重生后的他们看着一样 但不是的 这一世的他们一去不返了 猫姨说那我们可以尝试回到布局 但乔妈深知时间之门并不是万别 他们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 太晚了 而一边的达屎也发现了稻草人 魔法被破除了 他立刻打给英格 他这回还能接你变化就神奇了 而一边的吉利安也来家里找弗雷亚 迎面看到的就是两人的尸体 而乔妈也拿着刀走向浴缸 吉利安一步步靠近 看着毫无声息的弗雷亚 他还是无法置信 明明之前还好好的 浴缸里的乔妈也正正发呆 而吉利安也抱着弗雷亚痛哭不止 乔妈也在浴缸里昏死过去 他太累了结束了 回到家的吉利安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看着桌上的黑妹 一把就给他摔得粉碎 要不是他两人也不会分离 刚想砸东西泄火 结果碎掉的石像又完好出现了 而另一边的猫一来找乔妈 迎面就看到一浴缸番茄匠 立刻上前救起乔妈 看着这样的乔妈他心疼不已 画面一转 猫一正在治疗乔妈的伤口 乔妈醒了 责怪猫一不该救他 他受够了这样的诅咒 他受够了长生不死 我认输 父亲赢了 猫一说你不放弃他就不会赢 说着就要给他胃镇定戏 还要把他锁在房里 乔妈乖乖地扶下 猫一上去抱住他 说要等他睡着了再走 画面一转 猫一找到了弗兰克 我需要你完成仪式 把我父亲带过来 是啊 他们不是没办法 但终究还是猫一心疼姐姐 他要主动完成仪式 弗兰克却说 一旦祖父复活 他可不见得会帮我们 强大的先公之王 他可以扭转这一切吗 南巫正在施展魔法 一团灵魂之火浮现 随后钻入了小帅的身体 猫一立马上前呼唤小帅 猫一下的后退 而小帅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赫然是国王 原来猫一和弗兰克 再次来到了废弃院 他要完成仪式 将国王召唤过来 弗兰克说你在担心塔夫吗 猫一摇摇头 他担心的是小帅 弗兰克却说小帅还活着 但只是躯体而已 他的灵魂已经死了 他现在只是个容器 很快两人来到之前的地方 塔夫赫然出现在身后 好像知道他们会来 两人立马和塔夫交涉 虽然大家目前目的统一 但这货还傲娇起来了 求我呀 好吧 一通嘴炮在所难免 炒杯炒 我还是要干的 塔夫打开铁门 里面赫然躺着小帅的肉身 猫一很是内疚 责怪自己把他卷进这些事 他保证不会抛弃他 此时的猫一或许就已经决定了 最后要怎么做 当然那是后话 很快仪式开始 弗兰克和小帅都躺在法阵中央 塔夫开始念动咒语 然后就有了开头一幕 塔夫立马下跪臣服 而国王却说 我从来没有允许你动我的孙女 说着就一挥手将他打飞关进了密室里 随后看向猫一 眼前的小女儿还是一如往昔 说完又看向弗兰克 他说弗兰克穿过入口后 可能很困惑 为了复活他 塔夫杀了很多人 这让他迷茫了 他不怪弗兰克背叛他 至于塔夫他会处罚他的 画面一转 猫一也回到了家里 国王随即出现 看到四百年未见的老父亲 乔妈可是相当的激动 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 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带到家里 猫一也只得硬着头皮解释 姑娘们死了 你在楼上割手弯弯 我能怎么办 只有他可以复活他们 而且不用付出代价 国王也想插句子 国王是上来就碰了一笔子灰 估计也就乔妈敢这样对他说话 乔妈说这是你的仆人塔夫干的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指示的 国王说他过来不是为了要杀他们其中的谁 生药是想他们死 他有一万种方法 他来是为了让全家团聚的 猫一也在一旁说道 他可以让孩子们复活 只有他可以做到 乔妈一听这个 态度也瞬间缓和了 很快国王就开始施法 姑娘们瞬间活了过来 对于自己的死而复生 他们很是惊奇 国王也打起了招呼 两姐妹看着面前的祖父很是惊讶 为什么他在这里 你们不是恨他吗 猫一说我们依然恨他 但是他复活了你们 这事情就变得有点奇怪了 英格还是疑惑 我们被复活了 这不需要代价吗 国王说正常是要的 但他不用 他希望他们放下过去 让今天成为新的开始 强大的先公之王终于降临了 他强大到甚至施展复活咒 都不需要付出代价 他的到来到底是金氏戏吗 国王说他是来全家团聚的 他很抱歉以前对他们做的事情 他想要弥补 不过猫一显然不信 国王说他老了 他的法力很强 但是身体衰弱 他只想家人们在身边 而一边的吉利安 则在研究黑妹所画的石像 念动石像上的咒语 竟然出现了一个地名 吉利安根据黑妹的指引 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眼前的男人正在跳大神 刚一结束就看向吉利安 好家伙 未不先知啊 画面一转 男人让吉利安选一张牌 吉利安随手盖住一张 对面的男人一刀就走下去 银子后面走出一个女人 竟然和黑妹长的一模一样 女人上前 瞬间治愈了吉利安的手掌 吉利安震惊 对面的男巫将匕首放到火上 血液瞬间燃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与此同时 乔妈正在和弗兰克沟通 你最终阻止了他 但是现在你又被他折服了 弗兰克说他很早就认为祖父赶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同意穿越入口来到东区 他认为国王一直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 乔妈却说为了让他过来 东区要死多少凡人 弗兰克不知可否 所以最后他背弃了他 但幸运的是现在祖父已经来了 还救了两姐妹 这是一家团圆的机会 而另一边的海滩上 一群佛伯乐正在调查一具尸体 赫然是打屎抛尸深海的那位 由于魔法的破除 海底这位扶上来了 而是要回到过去 猫姨也是惊讶 那要用时间之门吗 两姐妹也是震惊 时间之门 这这这 认真的吗 弗雷亚说你们不都说无法改变过去 乔妈说我们不是要更改过去 我只是要去拿回一件我的东西而已 而且你们祖父并不是真的接到我们 这都是假象 他肯定别有目的 只是我还不知道 说着就打开了时间之门 众人一一进入 结果英格确实要留下 乔妈无奈 只得松手 而祖父赫然就站在身后 你可以再坑一点吗 几人穿过时间之门 瞬间来到了几百年前 乔妈究竟要拿什么东西呢 这件东西难道能对付强大的先公之主吗 阿眼就来到了1848年 弗雷亚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 乔妈说她要去拿一件强大的武器 这或许是唯一一件可以让你祖父归系的东西 弗雷亚疑惑 你怎么知道有用 我去 弗雷亚一脸的猛逼 而家里的英格正在和祖父喝茶 祖父很开心她能留下 因为她活不久了 这具身体也无法长期承载她的灵魂 与此同时 弗雷亚找到了达石 好巧 竟然是和达石打牌的那位 就是达石知道英格死了 当晚在酒吧打牌那位 当然 这个不好看没播 达石展示了最近被杀的人 无一例外都是刻着国王印记 正说着呢 女人同事过来 说要检验海里浮上来那位的DNA 样本是那完好的牙齿 海里的浮尸 达石不淡定了 这还得了 她还不想蹲班房呢 而另一边的乔妈几人则来到一家夜店 弗雷亚说怎么觉得很熟悉 我能会在这上班吗 乔妈不置可否 我们开的 几人上楼 猫仪还顺带欣赏起自己以前的衣服 不过马上有人来了 几人立马躲起来 进来的赫然是1848年的乔妈和猫仪 猫仪正在劝乔妈振作 原来因为乔爸的离开 乔妈一蹶不振 抽起那不正经的烟来了 不过乔妈还是乔妈 不管在哪一年 他都不会听猫仪的 我不听我不听 立马跑开了 几人钻出衣柜 没时间八卦了 赶紧行动 与此同时 现实的达石则偷偷溜进了停尸间 他立马找到那具服饰 又见面了老熟人 然后立马掏出钳子 将牙齿一颗颗的拔下来 毁灭样本啊 不过你不是男巫吗 至于一颗颗拔吗 而另一边的基利安正和两人说着什么 男人说黑妹让他来找他们 或许是因为他和弗雷亚的宿命 他们两个每一世都在一起 但每一次都悲剧收场 基利安一听有戏 你们可以打破这个循环吗 黑妹的孙女说 有一个咒语可以做到 但这一世已经无法挽回 以后的轮回他们会一起白头偕老 基利安说只要可以做到 他愿意付出一切 冷静啊 弗雷亚已经复活了 这不会被坑死了 而另一边的乔妈几人也来到一个马厩 弗雷亚说 为什么我不知道可以穿越时间 贸易说太危险了 而且他们必须在12小时内回去 乔妈说现在只能等午夜到来 午夜会发生什么 弗雷亚问道 我可以拿到那件武器 贸易说过去的乔妈 必须杀死过去的弗雷亚 以防他拿到武器 所以只能等 弗雷亚还是不敢相信老妈以前竟然杀过他 贸易说这是有原因的 和其他疯狂的故事一样 这段过去说起来也是又臭又长 贸易立马陷入回忆 故事的男主角理所当然是以前的基利安 那会他是一个作家 而且后来的他历史流明 两人由一次浪漫的邂逅相识 然后就陷入了爱和无法自爬 弗雷亚为了帮他寻找创作灵感 打破规则告诉了他自己女巫的身份 事实也确实帮他找到了灵感 并一跃成名 但很快灵感枯竭了 然后一切就变了 弗雷亚为了再次帮他找到灵感 竟然挽起了笔线 他要召唤地狱的亡灵 听听他们的心声 以此来刺激基利安的创作灵感 恶魔附身弗雷亚竟然还是以前的熟人 还是有仇的那种 不过那是先公的就识了 基利安吓坏了 然后就驱散了恶魔 但是恶梦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 国王正坐在镜子前 镜子里赫然是小帅的脸 国王说乔妈回到过去肯定有原因 今晚他要弄清楚 不能等等吗 您说他们不能离开太久 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 但是我要为他们回归做准备 谁知道他会给我下什么圈套 显然国王也不敢轻视乔妈的强大 他要施展一个咒语 但他需要一个人类 说着就变成小帅的模样来到酒坝 还搭讪起了美女 一个老不正经的 很快两人就勾勾地搭来到公园 国王一挥手就限制了女人 画面一转 国王已经回到家里洗手了 他知道乔妈他们在哪了 显然活迹了一个凡人 他的咒语生效了 而在1848年的时空里 猫一继续说着那一世的弗雷亚 原来王灵并未被驱逐 他始终在弗雷亚的身体里 并时不时控制他杀人 而那一世的吉利安也找到了猫一 告知了恶灵的事情 英格想要帮忙 但猫一不想让他涉嫌 于是独自一人前往 打算在恶灵下次行动前驱逐他 而另一边的吉利安 还不知道弗雷亚复活了 正和这俩坑货一起 南无正在准备毒药 只要吉利安喝下 毒药就会燃烧他的一切 他灵魂的诅咒就解开了 他和弗雷亚再不会生生世世相爱 但次次不得善终了 黑妹孙女说 一旦喝下没有解药 没有回头路 南无装好一瓶地给吉利安 回家喝下睡一觉 明天一切就都过去了 吉利安还说了句谢谢 谢谢你送我的盒饭 而1848年的猫一也正在寻找弗雷亚 弗雷亚出现在身后 猫一招将他打飞 但是恶灵太强了 上前一把就将猫一举起 酷吃一下就送猫一去了西北 英格姗姗来迟 猫一已经凉透了 英格立马回去找乔妈 刚抽了烟的乔妈还迷迷糊糊呢 不过一听猫一被杀了 立马清醒了 随即带着英格找到了一个男人 男人说这就是灵魂捕手 滴入药剂 念动咒语 灵魂捕手瞬间被激活 男人说只要灵魂被收进来 就会和肉体分离 然后被打入地狱 但是有个缺点 他会连同肉身原来的灵魂一起杀死 弗雷亚没救了 这意味着英格也得跟着完蛋 但他显然已经决定牺牲自己 还说服乔妈立刻动手 与此同事加理 英格正式向国王提出 他要和他一起回归宪宫 但国王的眼神却告诉了我们太多 画面一转 弗兰克劝说祖父去找回乔妈他们 祖父拒绝了 他的女儿正处心积虑要弄死他 得有个人去阻止他 但弗兰克显然不适合 于是塔夫来了 国王说英格要加入他们 他很开心 另外要派塔夫去出个小差 去哪可想而知 而英格也找到了达石 达石又惊又喜 英格竟然复活了 英格简单介绍了下事情人为 然后要求达石帮忙 原来他是故意接近祖父的 他看出他别有目的 他要达石帮他一起读止他 而另一边的吉利安正在家里 达石打电话来告诉他弗雷亚复活了 但这伙没接 拿起毒药就光光干了 吃吃吃 太冤了吧 而此时的1848年 母女两人正在唱着咒语之歌 这个咒语会像海妖的歌声一样 将弗雷亚吸引回来 果然弗雷亚真的被吸引而来 恶灵控制着弗雷亚 上来就是一通嘴炮 乔妈拿起灵魂捕手一把 就将恶灵牵引出 弗雷亚随之倒地 还在赶上的两人 突然看到林中有人走来 赫然就是穿越时空的乔妈 她来拿灵魂捕手的 乔妈说这段记忆 在她脑海里保留了150多年了 她不知道自己何时 会回到1848年完成这个循环 不过显然这些现在都在发生 然后回到东区 送你祖父下地狱 结果没走几步路的乔妈 迎面就碰到了跟踪而来的塔夫 话音刚落 塔夫一招手 灵魂捕手瞬间被她夺了过去 乔妈一个排山倒 打空了 吃吃吃 我都懒得评价你了 与此同时 贸易和弗雷亚回到酒馆 没办法他们找不到钥匙 只能沿着走过的轨迹一一寻找 贸易说要是无法及时回去 症状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的器官会慢慢液化 然后血会从蹄肤里渗出来 十二个小时后就没我们了 弗雷亚一听 这得了 正说着呢 1848年的基利安拦住了弗雷亚 太好了 你看起来没事 弗雷亚也震惊 小姨妈你看啊 她和基利安一模一样 但贸易却否认了 因为在她眼里 这完全就是另一副面孔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每一世都有基利安 但乔妈他们好像并未察觉 俩女人立马上楼找钥匙 弗雷亚还是惊讶 为什么她看到的是基利安 而贸易却是看成别人 贸易说 可能你施法记住了她的灵魂 因为你们每一世都在一起 即便她的屈窍样貌都不同 正说着呢 1848年的贸易进来了 两人赶紧躲起来 48年的贸易坐下梳妆 两人赫然看到钥匙就在她脚边 正当她走时 却意外踢到了钥匙 这下糟糕了 你这 把钥匙往哪放了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的英格 正在研究复原的笔记 有两个咒语比较实用 一个是操纵死人的 一个是灵魂互换身体的 英格想带走研究 达石却阻止了 理由是万一被祖父发现就不好了 还声称自己不会去看 我信你个鬼 而另一边的基利安 还在苦苦支撑 弗雷亚的幻象出现 让她一定要挺住等她回来 画面一转 达石果然英格前脚走 后脚就翻开了笔记 你就堕落吧 与此同时 1848年的时空里 猫姨正想着怎么从自己手上拿钥匙 乔妈突然出现了 猫姨可不敢说实话 下雨了 我们进来躲躲 乔妈则说灵魂捕手被塔夫抢走了 好吧 半斤八俩 正说着塔夫出现了 乔妈让他们去时间之门等自己 说完恶狠狠地就要上去弄死她 两人相遇 塔夫说也许他们可以联手 一起做吊国王 然后回仙宫双速双飞 不过乔妈仗着自己强大的魔力 显然是拒绝的 眼见乔妈拒绝 塔夫拿出一个娃娜 无敌的乔妈又一次被秒了 我刺傲 此处省略一万字 而另一边的猫姨 正看着对面四八年的基利安 她想起来了 然后弗雷亚就出马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画面一转 这货就调戏起猫姨来了 上去巴唧一口 猫姨太开心了 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你看钥匙到手了 弗雷亚接过钥匙 正是擒男资金呢 猫姨钻了出来 快走吧 没时间了 四八年的基利安也是一脸的猛逼 这衣服换得这么快的吗 钥匙找到了 乔妈那坑货又要怎么脱险 男人一挥手 英格被瞬间打飞 英格还想强行狡辩一波 不 是解释一波 但国王显然不会相信 开门声响起 英格瞬间被隐藏了 弗兰克说没有找到英格 弗兰克松了口气 至于英格的求救 他是听不见的 身为哥哥的他 还在竭力为英格解释 生怕国王对英格有看法 国王点头暂时安抚住他 与此同时 基利安的土都埋到脖子 颤颤巍巍的 一个不稳就把莲花枝摔碎了 这下巴比Q了 另一遍1848年的时空里 贸易和弗雷亚匆匆赶到 但面前的只是一堵墙 弗雷亚一脸猛逼 我们就这样团灭了 而另一边的乔妈也苏醒了 她看起来很虚弱 贸易和弗雷亚呢 塔夫没有回答 拿起个针管 然后就注射进了乔妈身体里 这是阳光之水 这么多年终于流进你的血管了 好吧 全员残血 就看编剧怎么让这群坑强行翻盘了 画面一转 英格被困在一个圈里 国王说看着你受罪 我也不好受 说着就给地上的圈开了个口 国王说他以前也日复一日的折磨弗兰可 你这么聪明应该不会在我眼皮底下逃跑 国王说事实上 他下手很轻了 因为英格的身体状况 英格疑惑 你是不是觉得恶心疲倦 英格摇头 我很好 国王说你不知道吗 我第一眼见你就感觉到了 英格脑海里瞬间有画面影中 达石 曼陀罗 我去这娃他爹是谁 与此同时 猫姨两人还在等待着乔妈 时间之门消失了 但他觉得乔妈要是回来了肯定能有办法 弗雷亚说英格不来是对的 猫姨说他现在的处境未必比我们好 是啊 要是能发个短信就好了 你说什么 猫姨的思路瞬间打开了 与此同时 塔夫正站在窗口 我爱了你五百年 而今晚我将拥有你 原来他们也还在1848年 而另一边的达石也遇到麻烦了 这娘们借着几次打牌 已经搜集了足够的证据 那句服尸 达石脱不了干系了 达石约他见面 显然也是慌了 女人也是一点不慌 见就见 哈哈 就怕你去了回不来了 猫姨写了一封信 然后交给了对面的男人 显然是让他拿着这封信 一直活到一百多年后交给英格 猫姨说你要是成功了 我们可能会活得足够久 然后一直报答你 男人也表示很荣幸 微波上家族服务 另一边的塔夫 还在和乔妈培养感情 不过他的魔药没了 等等我 我马上回来 乔妈能借机脱困吗 与此同时 国王还在和英格聊天 别怕 我来不是为了杀你们 我只是对你的魔力感兴趣 当然还有乔安娜 弗雷亚你们所有人 英格说这就是你的目的 为了窃取我们的法力 不是窃取 只是拿回来 你们之所以有各种宝贵的天赋 都冤自我 英格一句咒语想搞偷袭 但是没用 不是国王太强了 弗兰克一步步接近 打算偷袭国王 国王转身一个咒语 八百米的大刀 瞬间插向了自己 好痛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 画面一转 英格正紧张地叫着弗兰克 他失去了魔力 无法治愈伤口了 弗兰克醒来 自己给自己丢了的技能 两人立即离开 英格觉得丧彪的笔记 可能会有打败祖父的咒语 或许是两人无用了 也或者是国王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两人竟真的离开了 与此同时1848年 猫一说我真的有点担心你妈了 他应该回来了 我要去找找他 说着就变成了猫咪 而英格也找到了打屎 他要看丧彪的笔记 但是笔记已经被前面的女人拿走了 弗兰克说你看了吗 看了 但是没看懂 英格一脸难以置信 你说了不看的 弗兰克说幸好他看了 我可以用咒语将信息提取出来 另一边的乔妈也醒了 他挣扎着要去毁掉镇压他的娃娃 不过太艰难了 弗兰克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随着咒语的念动 打使脑内的信息不断被提取 英格则做着记录 而乔妈经过艰难的移动 眼看就要拿到娃娃了 塔夫回来了 他立马拉开乔妈 而猫一却是悄悄出现在门口 眼看塔夫又要用药 猫一变回人身 掏起一个棍子就被压到 顺带着拿起针筒 然后一招手就毁了娃娃 乔妈立马恢复 两人拿起灵魂捕手就走 而一边的英格好像找到了那个咒语 弗兰克停止 外面却响起了敲门声 不会是祖父来了吧 几人开门 正是之前贸易传信的那人 他说有封来自1848年的信 为此他已经等了166年了 而此时的弗雷亚则疯狂地跑向巷子 他整个人都开始流血了 乔妈他们也来了 但是塔夫紧追起后 眼看门就在前面 塔夫一搭手 灵魂捕手瞬间摔烂了 乔妈立马脱身 塔夫却是慢了一步 英格正替弗兰克解释 祖父只是要我们的魔力 灯光一暗 在亮的时候 猫一已经被祖父掳走了 另一边的乔妈还在懊恼 懊恼摔坏了灵魂捕手 英格说他找到一个咒语 或许可以打败祖父 之前有讲过 英格找到一本古书 上面就记载了波上家族的秘信 几个女人分别代表一样东西 而现在英格的咒语就是四人联合 正好可以克制国王 画面一转 国王说猫一总让他想起猫 冷血的捕食者 而一边的佛波勒也找上了大石 这次是来逮捕他的 画面一转 几人推开门 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进来 乔妈先上去刚了一步 弗雷亚两人从侧门而入 乔妈交给猫一咒语 另一把打开了风景 人骑了有点上头了 几轮咒语下来 国王直接被打回原型 成功了 看着地上的小帅 猫一心痛不已 几人走开 英格则带着弗雷亚去找基利安了 不过此时的基利安已经领合饭了 弗雷亚悲痛 深情地给了一吻 有反应啊 良透的基利安竟然活了 太好了 英格却是接到一个电话 达石被抓了 而家里的乔妈也正打电话给弗兰克 快回来吧 我们成功了 我原谅你了 而此时的弗兰克竟然已经死了 是个女人 而另一边的猫一则在和小帅告别 他要用最后一条命 以命换命施展复活咒 小帅瞬间活了过来 猫一却再也不会复活了 而一边的基利安来看望达石 达石却是抓住他念起了咒语 而另一边的英格则拿着验韵棒 他真的怀孕了 乔妈也抱着猫一伤心不已 牢房那边随着咒语念动 两人的灵魂互换了 我再也不是达石 我是基利安 没人会知道的 弗雷亚也是 达石一脸的难以置信 猫一在地狱的火火下 东区女巫全季完结 感谢宝们的喜欢 第三季至今未出 希望未来会回归